这个男人一个人能拉动十个囚犯 把人都拖在地上摩擦 他用手一捏进地拆下监狱的防弹门 他隔着三百米扔个篮球 直接入矿 他却是我见过最豪混的超人 但谁也不知道 这个超人却是全是人民的噩梦 一条鲸鱼搁浅了 超人直接一把将他扔回海中 结果砸烂了一艘帆船 船上的人当场领了盒饭 遇到熊孩子欺负小朋友 他直接把他扔到万米高空 小孩子哭着玩了一把蹦击 抓柜犯直接把人插到大楼肩底上 导致城市经济损失高达上千万美元 因此穷众都非常讨厌这个超人 新闻里全是骂他的声音 法院在传唤他 警察在追捕他 可都拿他没有办法 万幸的是 超人保持的是一颗正义的心 这天一个男人开着车 被堵在了火车铁轨上 转头一看 火车正在飞速向他驶来 但周围的车已经被堵死了 他想下车 但又被安全带死死的卡住 而下一秒超人来了 他直接将车子提起来 然后直接推飞了 然后又身体撞停了火车 豪狠 当火车停下 周围所有的汽车都挤翻了 又是一场灾难 但超人把所有司机喊过来 骂他们是白痴 随后当众所有人都开始回骂 人多事众 把超人骂了个狗血淋头 然而终于有一个人来替超人出头 他是刚被超人救下的男人 他对超人握手 表示感谢 超人有点感动 第一次有人谢谢他 为了表示感激 邀请超人去家里做客 男人的儿子非常崇拜超人 奇怪的是 男人的老婆似乎很讨厌超人 看他的眼神有些不对劲 动不动去骂他举止不端 感觉一点都不怕他 饭后超人喝碎了 他开始对男人诉苦 得知超人的内心其实很孤独 虽然自己拥有超能力 但所有人都远离他 害怕他 他整日凶酒买醉 而男人想了一个奇招 他恰好是一个公关 他想报答超人 决定改变他的性格 把他的名声变好 每天都孤独颓废的超人 立马接受了公关的建议 让超人先到媒体面前 给所有人道歉 随后超人便锒铛入狱 接受审判 刚走进了监狱 一个壮汉将他拦住 他往周围一看 这里大部分的囚犯 都是被他一手送进来 从没见过这样的超人 每天穿个大裤衩 就出来打击犯罪 一边追歹徒 一边醉酒飞行 结果砸烂路牌 砸了一堆警车 导致警方损失比歹徒还惨重 飞到歹徒车里 歹徒向他开枪所射 一滴血没流 但一手里的酒瓶被打碎 他怒了 他将歹徒们的车提起来 请他们玩了蹦急 随后直接把他们 插到了大楼的尖顶上 导致城市经济损失 高达上千万美元 比几万个罪犯 抢的钱都多 因此人们都讨厌他 害怕他 连街边的老太太 都看他不顺眼 但超人现在想改变名声 于是找了个公关朋友 来帮他 朋友先让他 接受法院的制裁 很快他就锒铛入狱 刚来到监狱 结果发现 这里百分之九十的囚犯 都是被他抓进来的 瞬间把超人 围了个水泄不通 他好言相劝 希望他井水不犯河水 结果根本没人听 超人只好教他们做事 没过几秒 在场的围观穷众 都被吓成了这样 随后 公关来探望超人 超人得知自己 被法官判了十年 超人当场就怒了 直接脱手捏碎了防弹门 劈成了两半 起身就要走 朋友上前阻拦 但根本没用 公关怒了 骂他是懦夫 如果你是个男人 就要学会忍耐 不用多久 穷众就会需要你 超人又一次被他说服了 超人每天在监狱里 学习与囚犯和平相处 每天试着做一个温柔的超人 就连公关的老婆 也来给他加油打气 没多久 超人服刑的事 就上了媒体 不停地对超人夸赞 但全程的犯罪率 上升了百分之五十 一段时间后 警察局长突然找上超人 说是有求于他 公关说的果然没错 是会需要他了 银行里 这后罪犯挟持了一帮人士 他们火了一超门 警方拿他们根本没办法 而下一秒就冰来了 超人穿着制服从天而降 先是对着警员们一顿夸赞 搞得大家都好尴尬 他直直走向了歹徒们 子弹打在超人身上 似乎在挠痒痒 他们又发射出导弹 却被他一掌拍下 先是救下了一个女警察 随后超人飞进屋内 将歹徒们一个个抓走 里面的人却啥都没看见 没几秒 歹徒们全部被抓走了 再没几秒 只剩下了歹徒的头领 接着他拿出了炸弹的引爆器 开始威胁超人 说要把人质都炸死 而下一秒 银行里就传出了歹徒的惨叫 超人一个人走出来 手里拿着的是罪犯的手和引爆器 围观穷众们开始为他鼓掌 他第一次感受到了人民的认可 差点感动哭了 公关看到这一幕也为他高兴 晚上就给超人准备了庆功宴 超人说出了自己以往的痛苦 原来几十年前 他受了重伤 他在一家医院醒来 他失忆了 但这都不算什么 他在乎的是 自己是谁 家人在哪 这么久一直没人来找过自己 听到这儿 公关的老婆按耐不住了 他莫名的眼眶吃肉了 他对超人说了一声抱歉 这晚 超人趁朋友醉酒睡着后 他撩起了朋友的老婆 没几秒 两人就稳在了一起 这个女人不一般 用叉子对准他的肩膀 叉子弯了 超人又拢起了擀面杖 擀面杖也碎了 他依旧不为所动 他害怕被老公发现秘密 就在昨晚 趁着自己的老公睡着后 他和超人稳在了一起 而下一秒 他直接把超人扔了出去 然后他飞出来 威胁超人不准让自己的老公知道 这下可把超人吓坏了 他居然也有超能力 第二天 超人又来了 他非要弄清楚真相不可 女人已经忍无可忍 很快 两人的约谈就变成了约架 这两位超人从天上打到地下 从山上打到了城市 他居然比男超人还要厉害 不但厉大无群 还能控制天气 乌庸空风 电闪离离 搞得城市 瞬间跟世界末日一般 这样的场景 还是被他老公发现了 他回到家跟老公解释 原来 男超人是他以前的老公 谁知几十年前 男超人受了伤 失去了记忆 他却抛弃了男超人 去寻找自己的幸福了 随后 女超人走了 留下男超人却十分难过 这晚 他去超市买酒喝 刚好碰到了罪犯在抢劫 他决定打击犯罪 随着一声枪响 他发现自己竟然中弹了 自己超能力消失了 随后 他就被送进了医院 女超人来看望他 随着真相大白 他告诉男超人 只要他们两个人待在一起 超能力就会消失 就会变成普通人 之前男超人受了重伤 轰迷不醒 他只能迫不得已才离开 男超人才渐渐的自愈 随后 男超人醒来就失忆了 他就选择一直远离男超人 正在两人吐露真情之时 但却抬头找上门了 他们来找男超人报仇 女人立刻站起来 挡下了所有子弹 他也没有了超能力 重弹倒地了 男超人拿起了床 砸向他们 眼看女人马上不行了 他开始大杀特杀 但不胜被歹徒偷袭 随着超能力渐渐地消失 男超人每受一次打击 女人的生命力就会减少一分 还好公关及时赶来 打倒了歹徒 然而这两位超人已经彻底不行了 已经没有了心跳 就在所有人都要放弃的时候 男超人突然艰难爬起 望了一眼女超人 直接从窗户跳下 男超人重重地落地 女人的心跳跳动了一下 男人爬起声再跌落 忍着疼痛 逐渐越跳越高 越跳越远 最后一次 他蹦着月球直直飞去 终于女超人睁开了眼睛 一段时间后 女人痊愈了 一家三口幸福地走在广场 他选择了和老公安稳地生活 男人接到了超人的电话 他抬头一看 超人在月亮上 写下了公关的品牌标志 助他事业裁员广进 而男超人则要孤独地守护世界 英雄往往就是这样 注定孤独一生 哪有什么岁月静好 只不过有人在替我们四重前行 这个世界莫过于死